你可以没有去过山西 但是你一定要试试山西的油泼面 做法真的很简单 水开以后先煮面 煮熟把它捞出来 你听我说 这天气越来越热 捞出来的面一定要过一下凉水 这样吃起来才筋道 煮面的水 再超点喜欢吃的菜 把这菜都放到碗里 重点来了 蒜末 辣椒面 芝麻 盐鸡精 白糖 生抽 老抽 陈醋 再放点葱花 滚烫的热油 往里一泼 哎呀 真香 没有什么事 一碗油泼面解决不了的 看到这儿啊 你就围然的油泼面 点个赞 想吃不会做的时候啊 回来看一看